如果你达成青藏铁路路过青藏高原时 一定会在铁路旁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 那就是路基两旁 时不时的会闪过一排排 齐刷刷插入地底的金属管 露出地面之上的部分长达两米高 这些金属管是什么 它们是干嘛用的呢 其实这些金属管的名字叫做热棒 虽说其貌不扬 却对青藏铁路的修建 以及后期维护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因为它可以帮助地层降温 在青藏高原上修建铁路 除了恶劣的气候和脆弱的环境 最难解决的技术难题 就是高原多年冻土 所谓冻土就是指温度低于零摄氏度 且含有冰的特殊沿土体 我们都知道 水在凝结成冰的过程中 体积会增大 所以在寒冷的冬季 冻土会像冰一样冻结 体积发生膨胀 建在上方的路基和钢轨 就会被膨胀的冻土所顶起 这种现象被称为冻胀 反过来到了夏季温度升高 冰土融化 体积缩小 路基和钢轨之间又会随之凹陷 造成热熔沉降 冻下如此反复交替后 就会给路基造成严重的破坏 青藏公路85%的路基 都是熔沉造成的 所以在高原冻土区修建铁路 如果不能解决冻土问题 修建铁路就只是空谈 经过半世纪的探索后 中国的冻土专家 终于找到了解决 高原冻土驻路问题的办法 那就是将一排排热棒插在路基两侧 无论春夏秋冬 都能让路基下面的永久冻土层 在火车重压下保持冷冻状态 那看起来很普通的热棒 是如何给路基降温的呢 热棒也叫无心重力热管 和两箱封闭式红吸管 通过重力和气液 两相互转变的物理原理 来为路基降温 热棒的长度短则几米 长则几十米 内部填充了氨 伏利昂 丙丸 二氧化碳等物质 管子的上段是冷凝气 散热端 下端为蒸发气 吸热段 中间为绝热段 吸热段和绝热段 埋入地面以下约5米 散热段露出地面约2米 当夏季高温时段 陆基受热时 热桩下端吸收热量后 液态物质会转化为气态 然后上升至冷凝气 热量通过冷凝气发散 气态物质再转化为液态 在重力的作用下 流回热端下桩 热棒里的物质 在气态和液态之间不断转换 依靠热棒的单向导热性 和高效的传热和散热效率 从而源源不断地 带走陆基的热量 保持陆基的稳定 感谢观看